由花令慈激医院会诊花东17家的医疗院所 近年的努力成果 在16日上午举行了日头浮海照亮的所在新书分享 记录17家院所如何在地理狭长 资源分配有限的花东走入乡间村落新衣的故事 日头浮海照亮的所在 记录过去10年来花东地区医疗团队的努力 为花东付出的点点滴滴集结层测 16日上午在花莲慈激医院举行新书分享 希望透过此书分享医疗从业人员 如何在花东相对资源不足情况下 从老落妇孺做好全面的照顾 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李伯璋 也透过影片给予此书大大的肯定 那我非常谢谢我们的那个林熙龙院长 他在组织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的确也是在过去几年我可以看得到 他真的很用心的跟我们这个花东地区的一些 一些的前辈大家一起团结一致 建立各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医疗群的一个概念 也是弱势分歧医疗 那我想这个路的确有时候是不是来挠走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心的话 这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还有年轻新生儿的还有年老患性病的 通通都要顾用策略性的方式 结果呢我们用二到三倍的时间 比起全台湾瘦力的延长 我们用二到三倍的速度 再追回这五年八年 这样子的一个平均移民 健保学员看到小小的钱 能够结合十七家医院 结合诊所 结合我们当地的医疗卫生 这样子的大家都做起来 都毛起来来为这个片箱再努力成功 感谢花莲实际医学中心 策划日头浮海照亮的所在 医书记录为医疗奉献的重要医者 呈现东区十七家医院在困境中的努力 也其免现在与未来的医疗专业与政策发展 能首富到所有民众的健康 特别是偏乡的民众健康 此书记载花东包含花莲词院 门诺医院台东马街医院 国军花莲总医院 台东基督教医院 台北龙肿的台东分院 玉里分院 凤林分院 卫生福利部部立花莲医院 部立台东医院 部立玉里医院 部立花莲丰兵分院 部立台东成功分院 台东圣母医院 门诺寿峰分院 玉里慈激医院 观山慈激医院 在内的十七家医疗院所 幕后的医护从业人员 如何用心照护 幸好奔走在台湾东部 上海商业村落 记者讲方言 华联时报导